你们这几个狗东西,是没爹生还是没娘养啊?在别人家里搞事情,有没有点规矩? 我站在店门口,冷眼瞪着这三个男生,他们背对着我站在店门口,手上拿着直播设备,正对着我的店里直播 三人听见我的话,转过身来,骑骑地面对着我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爸是谁 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这破店倒闭?说话的高个子男孩名叫陈璇 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也是本世著名的富二代 旁边的两个则是他的小跟班,一个叫林黛,最小的那个叫郑文 我看着他的脸,冷冷喝道 你爸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当你后妈 多大人了!开口闭口我爸!撒泡尿罩罩自己 霸宝男陈璇听到我的话 胳膊直接举到了半空中 迅速朝我的脸上袭来 却被林黛拉住 璇哥直播着动手的话 影响不太好 我在外面进货的时候 看到手机上有人在直播 标题就是探秘秦家鬼店 那时我才知道这三个人在我的店里驱鬼 我紧赶慢赶地回来 还是看到了一地狼藉 大门的锁被人撬开 店里的花圈骨灰盒散落在地上 兽衣也被人随意扔在地上 上面沾满了脚印 墙上被泼满了大面积的黑狗血腥味灌满了整间屋子 而我摆在正中央的那个等人高的纸人 被丢弃在了角落 他的嘴巴被掏了个洞 身体里被塞满了糯米 压下心中的愤怒 我努力说服自己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粗略地估计了下殿内的损失 对着陈玄说道 这些东西也不值几个钱 但是你惹得我很不高兴 精神损失费九万 剩下的东西一万 加起来总共十万 推荐你使用手机支付 我掏出手机在陈玄面前晃了晃 他还没说话 林淡就开了口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这点东西你要我们十万 坐在他们面前细细算起了账 首先那个花圈是我一朵一朵粘上去的 费了我不知多少心力 干完那个我都老了好几岁 还有那些兽医 从选品到进货 全是我一个人的事 再加上那些骨灰盒 我还得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挑选 就怕摊上他们的差评 那个纸人我就不多说了 幸好你们没给他点眼睛 这么多事情 你们让直播间的观众说值不值十万呢 东西不值十万 但是它值 我居然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我是不是疯了 别的不说 骨灰和本人怎么打差评 这姐妹太搞笑了 我要爱上她了 我一句玩笑话 却没想到观众们很捧场 陈玄和林淡黑了脸 郑文泽是一副怯懦的模样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 又把眼睛瞄向了我的店内 林淡拉着我的手说道 姐 我们年纪小不懂事 你先等等玄哥 她现在没那么多钱 我们先前没想那么多 对不起姐 我拍下了她的手 轻笑道 没事 看见你们几个货 我醉多少吃几顿饭而已 只要你们钱给得快 很快就能补回来 就在林淡拉着我说话的瞬间 陈玄背着我冲进了店内 她扶起纸人 夺过一旁的朱砂笔 迅速在纸人眼眶空着的地方填上了两个眼珠子 她一脸猖狂地对我说道 秦忠 我现在点了眼睛 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看着他们三人笑得灿烂 指人眼 招魂帆 你们三个活不过七天 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 指人千万不能点眼睛 因为一旦有了眼睛 她就有了灵性 她会跟在那人的身后 慢慢学习那人的生活习惯 到最后取而代之 好言难劝 该死鬼 我只是提了一嘴 结果他们非要作死 看在你们快死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打个对折 给五万就行 顺便给你句忠告 这两天有什么想做的事赶紧做 不然死了可就没机会了 陈玄哈哈大笑 林淡一脸轻蔑 郑文愣在原地 你搁这儿吓唬谁呢? 就这么个破纸人 能把握怎么样? 你小说看多了 他们几个全然不信 但直播间有的观众却给出了答案 好像真的有这个说法 我小时候家里人也这么说过 这种事情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们都忘了 它这之前可是闹鬼的地方吗? 这些神神鬼鬼的 最好还是不要沾染 玄哥 这怎么说? 林淡拿过手机 让陈玄看了一眼 却没想到陈玄一把夺过手机 关闭了直播 秦中 你少在这放屁 你的店我砸了就砸了 赔钱 下辈子 咱们走 陈玄拽着二人离开了 我已在门框上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拿出刀来 在手指尖划了一道口子 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到了指人的嘴里 这一瞬间 指人的眼珠子就开始咕噜噜地转悠起来 它弯起嘴角 惨白的面容甚是诡异 你终于醒了 妹妹 你是我的姐姐 城市周边的公墓里 我蹲在其中一座墓碑前 碑上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她只有16岁 正是高二的年纪 她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叫沈山 是我的妹妹 当年父母不知为何将我们扔在孤儿院门口 一走了之 孤儿院的门口是那么冷 只剩下我俩相依为命 她五岁的时候被一对夫妇收养 离开了院里 后来她改了姓名 换了城市 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还说 她要来我在的城市上大学 然后天天和我在一起 三个月之前 我刚拿到毕业证 就收到了她意外溺亡的消息 可她的水性那么好 她怎么可能溺亡 我不信 于是我来到这里 开了这家店 正在我头疼该找谁给妹妹招魂的时候 居然有人自己送上门来点眼睛 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秦姐 你就是我秦姐 你救救我吧 刚从墓地回到店里 陈璇就站在了我面前 她拽着我的胳膊 精神恍惚 语气急促 三天了 我一直感觉我背后有个人在跟着我 可是我回过头 却什么都看不见 你看我的眼睛 全是血丝 我现在睡觉都害怕 姐 尤其是昨天 你猜我做梦梦见啥了 我躺在椅子上悠悠地看她 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我梦见有个人坐在我的面前 她穿着鲜红的衣裳 披着头发 她背对着我 手上拿着一支笔 正对着镜子画什么 我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看我 她的脸色惨白 而且她只有一个眼珠子 我当时都快吓尿了 我想跑 但腿就跟灌了牵一丝都挪不动 那个纸人 她还捏着我的下巴 她对我说 谢谢我给她的眼睛 她会替我好好活下去 然后我直接就被吓醒了 出了一身汗 我当时以为就是个普通噩梦 可当我去洗澡的时候 我又发现陈玄大口喘着气 脸色苍白 额头渗出冷汗 深吸了口气 声音颤抖 我的下巴上有一个明显的指痕印 姐 你看 就在这儿 现在都还是轻的 我挑起陈玄的下巴看了看 点了点头 看到了 但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让你给指人点眼镜的 姐 晴姐 是我自己首见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我三十万 陈玄听到我的话 愣了愣神 姐 你这是趁火打劫 五十万成交 在陈玄的五十万到账之后 我麻溜地来到了她的学校 中午吃饭 我跟他们三个坐在学校食堂里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 林诞看了我一眼 又瞅了瞅陈玄说道 好像我也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但没有玄哥那么严重 我又看向郑文 她还是一副懦懦怯怯的样子 正要说话时 有人站在我们身边开口道 哎呦 玄哥 这是哪来的妹子 你换女朋友了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她女朋友 她能配得上我 我是她妈 当然是后妈 陈玄无奈地看我一眼 将那人赶走之后 郑文垂着头低声说 我没什么感觉 我拿筷子的手一抖 大块的红烧肉就那么掉了下去 郑文居然没有感觉不对劲 这很不对劲 按理来说 但凡谁碰过纸人 在我将纸人唤醒后 那人都会被影响 因为他们在接触纸人后 都被吸取了身上的一部分精气 陈玄由于直接点了纸人的眼睛 会更加严重些 可郑文为何会毫无感觉 她有问题 吃完饭 陈玄让我跟着他们去寝室 看看风水什么的 我跟在他们身后 脚还没伸进去 就被拦在了男寝门口 宿舍阿姨一脸鄙夷 你一个小姑娘跟几个男生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 我扁了别嘴 双手一摊 转身就扯 身后传来 陈玄焦急地呼喊 请姐姐 你别急着走 你救救我 她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 我压低声音对她说道 郑文有问题 我在她会有防备 晚上你趁她不在的时候 咱俩视频 我给你看看她有什么问题 晚上十点半 我准时跟陈玄视频通话 她住的是一个标准上床下桌的四人间 郑文就睡在她对面 陈玄窃换到后 摄像头正对着郑文的床位 郑文的桌子上倒没什么东西 只有一些书籍和学习用具 可她的床榻看起来却很不正常 她的床上放了三床被子 虽说现在已经到了九月快十月的时候 但是这里的温度还远远不用盖这么厚 你爬上去看看被子里有什么 陈玄拉着脸说道 秦姐 这样不好吧 你撬我店门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 少在这给我装算 不是对不起秦姐 那时候不是不认识你吗 而且我也不是不好意思 主要是正闻她 你不是说她有问题吗 我要是翻出什么危险的东西 你又没在这儿 我白了她一眼 只吐出两个字 快去陈玄翻上正纹的床榻 她铺开第一床白色的薄被 仔细摸了摸 什么都没有 继续 她又铺开第二床红色的被子 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摸了摸下巴 沉思一翻 对她说道 再摸这个肯定有问题 我并非全无根据地乱猜 大学期间 有个自称是天剑道长的人说与我有缘 他交给我一本书 书里记载了各种奇闻异录及其破解之法 其中就包括这种情况 三色被 比如这床被子 虽然整体是红色的 可却有黑色的丝线附着在上面 黑线表面流转着银灰色的精气 陈玄这种普通人是看不见的 好像真有 这床被子好像有点潮 还有点腥味 这就对了 她在吸食人的精血 长时间盖的话 人会变得迟钝吃傻 气血尽湿 陈玄一把将被子掀下了床 转身就打算跑站住 还有一床黑的 姐 我 我害怕 送什么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去掀开 不然指人的事我可帮不了你 陈玄斗着手 哆哆嗦嗦地揭开最底下那床黑色的被子 然后立马把手机对到了前面 自己麻溜地转过了身 姐 你看吧 我不敢看 没事 这个不吓人 你看看 啥都没有 真的 我没说话 含糊地应了两声 陈玄转过了身 片刻后 她的尖叫声回荡在整个楼层宿舍里 正纹的床榻上 陈玄满眼惊恐 她呆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黑色的被子表面 白色的虫卵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床被子 每颗虫卵里面都有一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 他们死死地盯着陈玄 一眨一眨地 与此同时 有一部分虫卵突然开始变红 那些变红的眼睛突然喷出了一种液体 我急忙提醒陈玄快扔了它 陈玄的反应很快 立马抛出了被子 可她的手上还是沾到了一点喷出来的液体 那些地方瞬间就起了黄豆大小的泡 她捏着受伤的手 哭得很大声 姐 你骗人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低头抿嘴笑了笑 刚要开口 宿舍却突然停电了 黑乎乎的一片 夜里 只有那些红色的眼睛在发光 它们组成了一个字 一个电字 与此同时 陈玄的耳边出现一道若有似无的女声 谁骗了你 陈玄哥哥有鬼 秦姐 你救我 救救我 陈玄连手机都拿不住 整个人缩在床脚都如筛糠 寂静无声的宿舍里 她的声音格外凄惨 我无奈开口 沈山 你吓她干什么 你都失忆了 就不要在这添乱了 知道了 沈山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沈山 陈玄听到这个名字 小声念叨起来 姐 你认识沈山 她 她不是死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别吓我 呜呜 寝室的灯光 漠然亮起 我让陈玄先收拾好正文的床铺 然后再告诉她 收拾好了 姐 现在该告诉我了 沈山是我妹妹 你梦里见到的指人就是她 你给她点了眼睛 相当于她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她会无意识跟着你 直到成为你 陈玄听了我的话 脸色瞬间苍白 从椅子上跌了下来 落在地上 她眼神飘忽不定 双手作衣 四处祷告 对不起 沈山 我那天晚上不是故意见死不救的 我当时以为你只是和人吵架而已 那之后我是看见你落水了 但你是游泳队的 再加上我还有事 我就走了 我也没想到你会淹死 沈山 真的对不起 我要是知道你出意外 我肯定救你 你放过我行不行 她说完 又把目光转向我 姐 你跟她说说放过我吧 再说你钱都收了 你得救我 秦姐听见陈玄的话 我愣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回过神来 我刚要开口问她 却听见嘎吱一声 宿舍门开了 郑文站在宿舍门口 她神情呆滞 眼睛红得可怕 玄哥 你坐在地上干嘛呢? 郑文的语气很是生硬 话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抱 陈玄立马从地上窜起来 紧靠着衣柜门 没事没事 你回来了 郑文僵硬地点点头 转身走向了自己的桌子 呼得又猛然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床铺 好像在确认什么东西 我让陈玄戴上耳机 说道 沈山的事明天再说 现在先确认郑文的身份 你去把她衣服脱了 快去 不然我让沈山晚上睡觉的时候去找你 陈玄文言立马行动起来 她拿起一杯水走到郑文背后 翻手一扬 杯中的水泉树拖到了郑文的后背 手滑了 不好意思 你赶紧拖了 她的速度很快 说话间 郑文的衣服就被扒了下来 衣衫离身的刹那 我看见她的后背浮现出了一个黑色蛊虫的图案 一闪而过 又隐去不见 果然是蛊 这种黑色蛊虫是苗疆九只苗中黑苗的手法 它们的蛊虫可以通过耳朵钻进宿主的大脑 寄生成功后 宿主不会有任何感觉 但它们的身上会留下一个蛊虫图案 蛊虫欲光而隐 见暗又生 它们会控制人的身体活动 事后宿主根本不会记得发生了何事 它们还会以人体为容器 滋养自己的后代 郑文 那床黑色的被子 就是它们忙活了这么长时间的成果 它们用红色被子上的黑丝汲取宿主的精气之后再传到那些虫卵上 看郑文这副模样 时间估计不短了 所以 纸人都对它没影响了 毕竟它都快被榨干了 那儿还有多余的精气给指人 玄哥没事没事 我自己换郑文 说话间就扯了快步挡在身前 我不免疑惑 像郑文这种性格的人 应当不至于跟人结下这么大的仇恨 招人报复 那么更大的可能就是他存在感低 干什么都不会引人注意 且容易被控制 看来是有人想完借刀杀人这一招 只是谁 会不会跟沈山有关? 还有陈玄那天晚上听见了什么? 他看见我了吗? 其实三个月前的那个晚上 和沈山在湖边吵架的人是我 那时沈山突然给我发消息 他说他有事要当面告诉我 我让他在电话里说他偏不、无奈之下 我只能放下手头的毕业论文去找他 他约我在学校的人工湖旁见面 等我赶到的时候 我发现沈山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脾气暴躁 说话毫无逻辑 他变得根本不像他 最重要的是 他问我为什么来找他 他似乎完全不记得是他让我来的 只是一个劲地让我走 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大声吼我跟你没关系 你赶紧走 可突然之间 他又捂着脑袋 换上了一副笑脸 他拉着我的手说 他好想我 他让我不要走 然后推开我跳进了湖里 我立马下去救他 可等我把他捞上岸的时候 他早就没了气息 他的身体冰冷刺骨 根本就不像一个刚死之人 此时我才意识到 有人害了沈山 还想嫁祸给我 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只能将他放进湖里 然后赶紧回到宿舍 第二日 新闻就报道了这件事 由于我和妹妹的联系并不多 所以警察没有查到我身上 毕业之后 我来到这里暗中调查 店里闹鬼的传言是我放出去的 我知道 陈玄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我故意引他们去我的店里 只是为了接近他们罢了 因为沈山告诉过我 她曾经撞见过有人在晚上吸取别人的精气 那人是郑文 第二天一早 陈玄来到我的店里 她脸色蜡黄 精神违拟 她向我道歉 她说她本可以救沈山 但她没想到沈山会出事 她说她本来想告诉警察 她在湖边看到的是 可学校已经将沈山的死定性为意外事故了 她也懒得惹麻烦 就没有说这件事 陈玄说完之后 垂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我也终于弄完了手上的活计 他们三个前几天弄坏的纸人 现在已经被我修好了 她如今以朱砂为眼 以血做霉 再加上沈山素在里面 早已有了灵质 虽然她武力不是很高 但对付郑文这样的小喽啰还是够用的 我将纸人摆到陈玄面前 她却立马缩起身来 向后撤了些步子 我眯了眯眼 她也中招了 我拉过陈玄的手一看 果然 昨天晚上她受伤的地方已经完全变黑了 真是麻烦 眼睛的毒液只会影响心智不坚之人 昨天晚上陈玄必定又受到蛊惑了 昨天晚上你干嘛了 郑文对你做了什么 我捏住她的耳朵 从她后脖梗取下一只蛊虫来 你居然还敢信她 陈玄 你真是蠢到家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蠢的是你 陈玄突然变了语调 猛地朝我扑过来 眼前的蛊虫幻化成一缕烟 被我吸入鼻息 我摔倒在地 意识模糊 恍惚间 门外有一个人向我走来 他拍了拍我的脸 随后笑了起来 那人我认得他是林黛 郑文 你以后不用晚上出去找目标了 有群中一个人就足够复活我弟弟了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 屋内摆满了废弃的客桌 他们三人在我眼前 远处还有一口黑色的棺材 林黛坐在椅子上看着我 陈玄和郑文在旁边立着 他们二人神情麻木 眼神空洞 果然是你 林大哦 怎么 你猜到是我了 林大捏着我的下巴笑道 你妹妹的死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怎么样 她死得还算舒服吧 你 你找死 我找死 那我弟弟呢 林黛一把拽住我 将我拉到那口棺材前 棺材里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她说那是她的弟弟林毅 小小年纪却得了白血病 她说这些年来 他们为了给她治病清尽所有 终于在三个月前 医院传来了可以配对的消息 可是他们没有钱 然后她打起了陈玄的主意 五十万对她来说就是一笔小树木 但陈玄不愿意借给她 她就去骗 就差最后一步了 只要陈玄输入密码 钱就有了 林诞说到痛处 语气竟有些乌液 但是沈山那个贱人 她识破了 我还告诉了陈玄 到手的钱就这样没有了 我的弟弟死在了手术台上 你说我该不该报这个仇 她一声怒吼 郑文和陈玄站直起身 一人一边朝我奔来 速度飞快 我单手一扬 指人从袖中掉了出来 昏迷之前 我将它缩小身形 偷偷藏在了袖中 指人此时浮在空中 就立在我的身前 姐姐杀了我的人就是她吗? 可为什么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 指人挠挠头 一挥手就将郑文和陈玄打了出去 我看向林玄 开口说道 这么不堪一击 你这黑骨学了没多长时间 谁教你的这么菜? 林玄没有接过我的话头 她呆呆地望着指人 喃喃道 弟弟 是你吗? 小一哥哥在这儿 你弟弟林玄的反应让我有点没想到 而就在这时 指人突然扑向了林玄 原先沉玄点眼睛的地方泛着血光 她直愣愣地看着林玄 耳边似乎想起了那男生 围绕着屋内的每一个人 我似乎又回到了和沈山见面的那个湖边 她站在那里 眼含热泪 让我过去陪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指人会变成这样? 我坐在地上 头疼欲裂 林玄则被指人吸引 一动不动 小一哥哥来了 她双目无神 朝着指人的方向前进 陈玄和郑文也受到指人的召唤 亦步亦驱 就在林玄要触碰到指人的那一刹那 我大喝一声 八方无门 威尽神来 开! 我终于挣脱幻想 耳边的谜谜之音消散 可林玄却在接触指人的一瞬间被迅速吸干 她的手点在了指人的额头上 枯黄的脸上还挂着笑意 不错!自学几年就能破开我的迷幻之音 我的眼光果然不错 还记得我吗? 小钟大门口缓缓走出一个人 天剑道长 眼前的人一副先锋道鼓的模样 她就是当年交给我这些法术的天剑道长 她指向指人的方向 用手一点 指人就迅速朝她飞去 沈山道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看着我 反问道 你凭什么认为指人中的那个灵魂是沈山? 就因为她叫了你一声姐姐 我一时语色 但细细回想起来 才发现确实如此 自从我将她召回后 她总是很迷糊 什么也不记得 可我却没有丝毫怀疑 指人眼 招魂番 可指人招的不仅仅是死人的魂 还有可能是活人的魄 天剑告诉我 指人的功能有很多 它是沟通阴阳的媒介 可以照死人的魂 也可以拘活人的魄 它亦可以幻化成你心中最牵挂的那个人 迷惑人的心智 她说 我和林诞其实都被骗了 她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盯着我看 手却指向了林诞 这个人我可是挑选了很久的 性格善度 底线不高 但是又有弱点 便于控制 利用她杀死沈山 将你引来这里行得通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立声质问她 从你给我那本书开始 你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她却摇了摇头 当然不是从那本书开始的 准确说来 是从你们出生就开始了 她说 我和妹妹出生后 她就注意到我俩了 是她上门说我和妹妹是不祥之人 导致我俩被父母抛弃 是她促使了沈山被领养 导致我俩分隔两地 是她让林诞以为是沈山阻碍了她的计划 导致沈山被杀 为什么? 我不明白 我们姐妹俩做错了什么 要被人操控几十年 那当然是因为你的身体了 你可是万里挑一的天音体质 用你做成的尸体 千年不腐万年不哭 能练出极品的天音诗 这样我才能让我师父看看 他当年把我逐出师门是多么错误的决定 他说着就伸手想摸我的脸 猥琐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那你小时候怎么不直接杀了我? 天剑连忙摇了摇手 又接着说 那不行 我又不是练童体 当年你只有五岁 我当然要留住小中最美好的时刻 就像现在这副模样 况且 吟诗的炼制也需要极其苛刻的条件 必须要经历亲人的抛弃 爱人的背叛 有人的离去 走过这三重难关后 才能练出一句完美的吟诗 你就从来不好奇 从小到大 你的每一任男朋友都出轨 你的每一个朋友都横死吗? 这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吗? 他笑得刺眼 我紧紧攥住衣角 刚想掏出符纸来偷袭他 却被他扯住了胳膊 小中 你会的 这些都是我教你的 你还想用它来对付我? 田剑说着拿出一个小盒来 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只黑色的蛊虫 这才是真正的黑蛊母虫 而且你身上也有它的子虫 它取出一个铃铛来摇了一下 我竟不由自主地朝着那口黑色的棺材走去 走近后 我才发现 不知何时 他已经将林诞的地底移出 我一步一步地挪进棺材 听着他向我炫耀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就会拥有一句最完美的音诗 就在棺材盖子缓缓合上的时候 哐的一声 一只手挡在了我的面前 秦姐 你再不起来 我真撑不住了 姐 陈玄咬着牙为我撑开了一条缝 他脸上青筋抱起 额头的汗珠刚好滴到了我的眉心 我神志顺势清明 微尽言终结 我痴迷开 我急忙从棺材中跳出 将陈玄拉到身后 你怎么苏醒的一会再说 姐 先对付他 这老东西真踏马变态 天剑本在查看林淡的尸体 听到声音后回过头来看我 哎呦 小伙子 你居然醒过来了 可惜呀 我本来打算放过你的 他一甩手 指人就朝着陈玄飞去 撕打在一起 而他慢悠悠地朝我走来 小忠 你为什么非得和我作对 我让你永远保持现在这副美貌 你助我练成音师 咱们合作共赢吗? 你少放屁了 你怎么不把自己练成音师呢? 郭躁 天剑捏了捏手指 我跌坐在地 心痛难忍 侧头看见指人正掐着陈玄的脖子 我急忙大喊抹去他的眼睛 陈玄健壮迅速动手 果然 指人被抹去眼睛后静静地立着 没了动静 天剑却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着我 本来想让你转换得舒服一点的 但是你们这么不安分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一伸手 我的气管就像被堵了一团东西一样 无法呼吸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 我的脸变成了紫红色 忽然有东西戳破了我的手指 我低头一看 是那个指人 他缩小了身形 天剑看不到 指人指着他的眼睛 手舞足倒 我的眼角渗出一滴泪来 伸出了手指 殷尸身体肯定是不能有损伤的 所以我给你选了这种死法 难受是会难受点 但好看 天剑说得不紧不慢 可突然之间 有什么贯穿了他的胸口 鲜血喷溅了我一脸 抬头一看 指人在向我招手 砰的一声 天剑砸向地面 姐姐 能再见到你真好 他似乎很开心 我却高兴不起来 扭头看向一边 天剑说得很对 指人点了眼睛后 是可以迷惑心智 通晓阴阳的 而之前我也是真的被迷惑了 因为那不是沈山 或者说不算沈山招魂 直到须似血清点眼缘 他被陈玄抹去眼睛后 用我的手在画上 这才算是真正的招魂成功 他现在是真正的沈山了 可他救了我 我却救不了他 地下的魂一旦被用这种方法召唤上来 就会伤及根本 虚弱不堪 严重地可能会魂飞魄散 我之前假意招魂 就是想钻个空子 避免这种损伤 但是兜兜转转我还是害了它 我让陈玄处理 剩下的是自己带着沈山去了 墓地 孙晗的墓地里 我俩沉默不言 姐姐怎么不说话 舍不得我那块石板能打开 下面有我给你的东西 在她的指引下 我打开板盖 里面有一罐五颜六色的小星星 看着这些星星 我泣不成声 沈山说 每次她很想我的时候 就会叠一颗星星 因为我曾对她说过 每个人都会有守护自己的星星 有的人是父母 有的人是朋友 而她的星星是我 那时沈山捂着小手问我 她说 那姐姐的星星是什么呢 我对她说 姐姐没有星星 姐姐守护沈山就够了 沈山小脸一拧 随后就开始给我爹星星 她让我不要胡说 她说 我的星星 她给我爹 等爹得够多了 她就给我挂到天上去 全都守护着我 她还说 下辈子要让她先出生 她要当我的小星星 沈山 别走 姐姐我也不想走 可是没办法 说话间 她的气息虚弱至极 慢慢飘落到了地上 姐姐放心 假如我真的挺不过去了 我也会挂在天上守护你的 天色放亮 太阳悄悄溜了出来 指人彻底没了动静 兜里的手机响起 陈璇的电话打来了 请姐 这个天剑 她不会跑了吧 陈璇说她刚打算搬天剑的尸体 咳手还没碰到 她的身体就烂成了一片片的 随后更是分解成了无数的黑色虫子 那些虫子四散开来 转眼就没影了 你放心 天剑早就不是人了 她的身体已经被这些蛊虫掏空了 那就好 林淡没救了 郑文被救护车拉走了 嗯 你处理就好 没事的话我就先挂了 别姐 陈璇焦急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那指人上身的事马上就七天了 姐 你收了钱可得办事啊 我看了眼飘在地上的指人 开口说道 骗你的 逗你玩而已 你还怎信了 学校老师没教过你要相信科学吗 小小年纪 不要搞迷信 趁陈璇还没反应过来时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手机上就接到好几条微信消息 姐 有你这么忽悠人的吗 我不下 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姐 你就告诉我呗 我低笑一声 关掉手机 揣起那罐星星 走出了墓园 咖啡店内 几个人瞧着窗边的一个女子怯怯思语 你看那个女的 她旁边飞着个什么东西没有 你眼瞎了 好像真不见了 难道是我眼花了 男人挠了挠头 满脸疑惑地走开了 我摊开手掌 露出只有掌心大小的指人来 沈山让你不要乱飞 又被人看见了 那时风太大了 不能怪我 就你借口多 我没好气地把她揣进口袋里 她又悄悄伸出个脑袋来 姐 她又来了 快跑 我拎上电脑急忙跑路 却还是在店门口遇见了陈玄秦 姐 你可让我一通好找 连店都不要了 也要躲着我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不就是想让你教我几招 好让大学同学们开开眼吗 我端正态度 一脸严肃 跟你说了 我们要相信科学 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你兜里揣着它 然后告诉我要相信科学 陈玄拎着指人的脑袋 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我转了转眼睛 扭头就跑 身后传来 沈山震惊地呼喊 姐 你不要我了 我头也不回 笑着说道 你又丢不了 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生病了 癌症 我爸妈叫我别回家 免得死家里影响房价 我让我弟把房子卖了先给我治病 他给我发了两百红包 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结婚用的 卖了房子 我还怎么娶媳妇 癌症治不了 别浪费那个钱 拿去买点好吃的 最后我疼死在出租屋 尸检结果却使农药中毒 自杀 可我知道 我不是自杀呀 是谁杀了我 我死后 家人没一个来给我收尸的 因为房东让他们赔钱 原来无止尽地讨好付出换不来我想要的亲情 众活一世 我不再讨好他们 自己赚钱自己花 收拾包袱 再见吧 家人们 我要去远航 我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爸正在打我妈 我妈跪在地上搓着双手恳求我爸别再打了 可我爸依然发了狂地打她 我看着四周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土坯房 墙上挂着日历显示着日期 房顶还漏着水 我清楚地记得这碗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可我爸把它藏起来了 在很多年后我得了绝症没钱治病的时候 我爸把录取通知书给我了 说我如果读了大学应该能赚更多钱 不至于没钱治病 当时那种绝望不亚于天崩地裂 整个世界都坍塌了 我为这个家付出一切最后生病了 他不仅不帮我 还在我受伤的心窝上撒了一把盐 他后悔没让我上大学 是因为我给家里赚的钱太少 只够供弟弟上大学买房娶媳妇 不够他们叔父养老 我跌跌撞撞冲进房间 从我爸妈的床底下找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爸惊呆了 你怎么知道底下有你的录取通知书 我爸打我妈的手都停下了 至于我爸为什么会打我妈 可能是做菜做闲了 可能是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 也可能是摔碎了一只碗 更有可能是我妈数落了我弟一句 总之家暴男家暴女 没有任何理由 以往我爸打我妈的时候 我都会冲过去护住我妈 我弟却完全事不关己地坐在那吃饭 事后我妈还会埋怨我 谁让你是女娃 你要争气点也是个儿子 看在我给老谢家生了两个儿子的份上 你爸也不会这么对我 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啊 看看 被家暴从来不反抗的女人 她总有一套自我洗脑的话术 她怨天怨地 可从来不会怨我爸 爸 我要去上大学 我拿着录取通知很坚定地说 你上大学 你弟怎么办 咱们家可没钱供你上大学 不用家里供我 我自己会打工挣学费 你打工挣的钱是要给你弟上大学用的 你怎么能自己花 女孩子家家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反正最后都是要嫁人的 我弟吃着饭说 大姐你也太不懂事了 咱家里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吗 你去上大学了 等我明年考上大学了家里 还有钱供我读吗 你又不是我生的 你读书为什么要我供你 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 又不是残废了 不能自己赚钱读书吗 我从来没反抗过 我弟弟惊呆了 大姐 你疯了 爸 你听听他说什么话呢 你这狗杂种反了天了你 还敢这么对你弟说话 我爸冲过来就要来打我 我跑灶台拿了菜刀过来 爸 你打我一下我就报警 让警察来家里平平礼 我考上大学了 不要你们出钱 凭啥不让我上 凭啥我得辍学打工养活你们儿子 我弟是你们生的 养他是你们的责任 养不起他该努力赚钱的 是你们 不是我 我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妈从地上爬起来冲过来就捶我 你这不像女说的什么胡话 你是女娃娃 养你弟弟是天经地义的呀 去他妈的天经地义 上一世我早早出门打工 因为没有学历只能进厂工作 我进的是协厂 为了多赚钱 我上完早班上晚班 一天最多睡两个小时 还是偷摸着休息 赚来的钱全部给了家里 我弟考的是三本 每年学费两万多 我爸妈根本拿不出钱 只能不停找我要 我妈总说 咱们家里就只一根毒苗 等你弟弟大学毕业了 以后咱们家就有好日子过了 我弟大学毕业了 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 没有一份工作可以做满两个月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没有一个女的看上我弟 我妈开始骂现在的女人眼光真高 连大学生都看不上 可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 没有房子没有彩礼 就我弟那样的想留在大城市是压根娶不到媳妇的 我爸妈又说 做姐姐的要给弟弟准备彩礼和房子 要不然你弟弟娶不到媳妇 咱们老谢家就绝后了 是要被村里人笑话的 为了给弟弟买房娶媳妇 我从厂子辞职做了销售的工作 白天上班晚上送外卖 忙得脚不粘地 经常顾不上吃饭 后来就把胃给饿坏了 然后我因为没钱治病 痛到生不如死 我寻求我最亲的家人帮助 我亲爸却反过来怪我 谁让你没上大学 进不了大公司工作就只能赚这么点钱 生病了居然还让你弟卖房给你治 你也太没用了 我亲妈说 你可是癌症啊 多少钱也治不好的呀 你别回家来了 万一死你弟弟房子里 这房价是要跌的呀 我亲弟更激动 你房子都给我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要回去 房子写的是我名字 那就是我的东西 你一个做姐姐的怎么连弟弟的财产也惦记 我被赶出门 没多久就疼死在出租屋里 我虽然是癌症晚期 可医生说我再活一年不是问题 我是被人杀死的 所以他们撒谁杀了我 想到这里 我浑身只不住地冰冷 心里更是无尽悲凉 为了这家子吸血鬼我糟蹋了自己的身体 最后还被害死 真是不值当 我去鸡棚杀了只老母鸡炖了 给自己好好补补 我还叫了村长的儿子周霄一起吃 周霄没考上大学 上一世跟我一块进城打工 我满眼只知道赚钱讨好我爸妈 从没注意到身边有这样一个守护我的男人 直到我癌症晚期 不想耽误他 硬生生把他逼走跟他恩断一绝 可就算如此 在我死后 我漂浮在半空 看到是他抱着我那腐烂的尸体痛哭 也是他火化了我 把我埋进他们老周家的坟里 我决定了 这一世我只对周霄好 我爸知道我吃了一只鸡 又心疼又气 抡起菜刀就要来砍我 周霄知道了 拉着他的村长爸爸就来劝嫁 老谢啊 我儿子也吃了 不过是一只鸡 你不至于 大不了 我们陪你两只 我爸白的一只鸡 占了便宜很开心 第二天 我又杀了三只鸡 两只鸭 一只鹅 我没吃 拿去即是卖了 哦 对了 我还顺了一筐鸡蛋 本来想拿去卖的 后来送去了村长家里 让村长给周霄多吃点鸡蛋 毕竟他长身体呢 家里实在太穷 没什么能顺的了 所以我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我进城打工去了 走之前 我去找了周霄 叫他再复读一年 考个大学 如果能考上宁大就更好了 因为我要去宁大上学 我打工是为了挣学费 周霄让我等会儿 他进房间拿了一个红包 谢宁 祝贺你考上大学 不多 就当是买鸡蛋的钱 鸡蛋是送你的 不是卖你的 我不要钱 拿着 我只有这么多钱 你上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 他执意塞给我 拉开我背包的拉链 把红包使进网里塞 还有这个 是我让我爸去镇里给你开的贫困证明 你事事申请个大学贫困不住 你放心 我们什么都不会跟你爸妈说的 我跟周霄说 行 大恩不言谢 周霄 我等你来宁大 你来了 我就做你对象 周霄的脸一下子红了 也没等他回复 我转身就走了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顺走了 我爸气得报警 可警察管不了 是自己家女儿拿走的 警察劝我爸大度一点 毕竟你女儿进城打工 以后有的事前回报养育之恩 我爸一听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作罢 我大学都上了一年了 也没跟家里联系 更没给家里打过一分钱 我爸又报警了 说我失踪了 警察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在学校餐馆里打工挣生活费 我买了个手机 现在准备买台电脑 电商刚起步 我要抓住这个风口 教务室里 我爸妈我弟都来了 我爸一看到我 冲过来就想打我 我辅导员赶紧拦住他 辅导员说我 谢宁 瞧把你家人给急的 你爸妈多担心你 你怎么能离家一年 都不跟家里联系 你这孩子也太不孝了 辅导员说完 其他学校领导看我也是摇摇头 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如此白眼狼 自己爸妈都断了联系 成绩好有什么用 人品不行出了学校 也不会给这个社会贡献价值 我还没说话 我爸已经破口大骂 你这狗娘养的东西 老子养你那么大可真是白养你了 你居然瞒着我们来上大学 谁给你这杂种狗胆的 我弟说 大姐 你不是说进城打工给家里挣生活费吗 爸妈不让你上大学 你怎么那么不孝顺一点都不听话 你上了大学 家里怎么还有钱供我 老师和警察听了他们的话 顿时住了嘴 警察想劝我的话到嘴边都吞下去了 我看着我弟 我上大学花家里钱了吗 既然没花钱 怎么就耽误你上学了 怎么 我就比你大一岁 还得辍学养你 你是我生的不成 我弟急了 怎么没花钱 你拿走了家里三只鸡 两只鸭 一只鹅 还有一筐鸡蛋 是拿走了 我拿去急事卖了 卖了两百块 你要觉得这两百块耽误你上大学了 行 我还你两百 这下两清了吧 我从口袋里拿了两百出来交给我弟手里 就如上一事 我弟知道我得了癌症 也发了两百红包给我 叫我买点好吃的 现在的两百可比未来的两百要值钱太多 我弟弟仗红着脸 想说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求救地看我妈 我妈冲过来就捶我 你这不孝女 什么两清 你怎么跟你弟说话的 家里养你那么多年 你就拿两百块打发我们 我妈还没碰到我 警察同志就呵斥她 助手 还敢在我面前动手打人 我妈直接吓住了 害怕地躲到我爸身后 我冷笑一声 四岁开始 家里所有家务活都我干的 我吃的都是你们吃剩下的饭菜 喂猪喂鸡的时候顺便喂了我 养我比养狗还容易 拿这个出来说也不怕被人笑话 你们不让我上大学 无非是想我打工养你们 爸爸你好吃懒做 只想着赌博发家致富 妈妈你软弱无能 被爸爸打了那么多年 不思反抗 还总是联合他们一起压榨我 你以为你跟着欺负我 就能讨好他们 在他们眼里 你连狗都不如 还有你们儿子 我的好弟弟 打心底里瞧不起女人 觉得女人生来就该给她洗衣服 做饭伺候她 就你们这样又懒又坏 我真辍学打工养活你们 回头我能有个好下场 我爸被气得瞪大着双眼看我 也不管警察和校领导都在 上来揪了我的头发 就把我拖走廊上 你这小贱蹄子 今天不打死你个白眼狼 我就不幸谢 我是你老子 生了 你就是给你最大的恩赐 你不好好回报老子 居然想反了天 今天要么你退学 要么给老子去死 他气疯了 我要是不同意退学 他就直接把我丢下楼去 在他眼里 我是他生的 哪怕杀了我也是家事 就好比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打我妈 不仅啥事没有我妈越来越听话 他胡捧狗友 还夸他男子汉 有本事把自家婆娘收拾得服服帖帖 学校里一群人在围观 也没人敢上来帮忙 警察让我爸别冲动 有话好商量 我爸叫警察不要过来 否则直接把我推下楼去 学校老师都在着急安抚他 让不让退学 不退学我就让你们学校没得安生 除了命案 可别怪老子 我爸拿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威胁学校 谢宁同意退学 我们肯定没意见 这位家长你千万别冲动 那是你亲女儿呀 辅导员安抚我爸 我爸摁着我的头悬在走廊外面 你这狗杂种还听不听老子话 退不退学 我死都不可能退学 不退 你有本事就打死我 我知道我爸是真的会打死我 砰的一声巨响 有人跑了过来抡了椅子砸在我爸身上 他吃痛才放开我 警察赶紧过来摁住了我爸 我回头看到了匆匆赶来的周霄 他知道我爸妈来找我 生怕他们伤害我所以跟着来了 看到他 我一下子绷不住就哭了 我怕的不是死 我反正死过一次了 我怕耽误了周霄的前途 明天就是高考 他错过了要再等一年 周霄说 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爸妈什么样的人我清楚 我怕你出事 还好我跟着来了 我爸被警察带走了 嘴里还嚷嚷着 你们怎么乱抓人 老子教训女儿犯法了吗? 放开 放开老子 我妈哭着跟在后面 我弟不敢骂警察 只能骂我妈 哭什么哭 家里运气都给你哭没了 瞧你生得不孝女 我拉着周霄就走 你快回去参加高考 来不及的宁儿 火车过来要两天一夜 我想通了我不考了 我出来打工挣钱给你上学 你就安心读书 以后出息了别忘了我就行 以后我要赚很多钱给周霄花 我还要给他生儿育女 让他成为最幸福的男人 但是一个人的幸福 不应该是牺牲另一个的前途换来的 我把买电脑的钱拿出来拉着周霄打车去了机场 我给他买了机票送他上了飞机 周霄心疼我辛苦赚的钱 可我更心疼他为了我放弃前途 周霄 我在宁大等你 三个月后你来宁大 我做你女朋友 等毕业了 我就嫁给你 周霄愣了好久 半天只是傻笑了起来 好 你等我 我一定来 我让周霄安心回家高考 我家里的事我会解决 我跟他保证再也不可能给我爸机会伤害我 我去警察局调解 虽然是家事 但是我爸众目睽睽打我还想把我推下楼 这是蓄意杀人未遂 我妈跟我弟都签了谅解书 等我签了 我爸就能走了 大姐 你赶紧签 我到现在没吃饭呢 签完了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我弟弟叫嚣着 我爸也是哼哼着 他手上还戴着手铐 我来之前 警察就警告过我爸别在警局动手 不然他今天出不了警局 我爸他差点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切谅解书 我问警察 我爸一拍桌子 老子弄不死你 我看谁弄死谁 他哼我也哼 你这狗砸碎 我爸爸激动起来被警察给摁住了 警察让他老实点 他只能乖乖听话 去过学校的警察把我拉到一边 同学 他毕竟是你爸爸 你不签谅解书 我们这是不能放人的 难道你要送他进去吃牢饭吗? 他不是肚子饿了 刚好进去吃饭 同学 你想清楚了 送你爸进去 对我们来说是工作 可对你来说 传出去鸣声就不好听了 而且以后你不能再考工 这是关你的前途 你可千万别一时意气用事 我不打算考工 所以我不在乎 他要出来还得来学校闹事 还得来打我 到时候我不是退学就是没命 名声前途重要还是命重要 警察叔叔我还是拎得轻的 警察没再说什么 另外几个警察不知道我在学校经历的事 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 似乎没见过我这么冷血狠心的亲女儿 我不签谅解书 我爸直接被收押了 蓄意杀人未遂 是要判刑的 我爸前一刻还嚣张 后一刻冲上来就要打我 我是你老子 你还敢让我坐牢 我杀了你这白眼狼 你们抓老子干什么 抓那个不孝女呀 老子教训女儿犯哪门子法 冤枉啊 老天不长眼哪 城里人欺负我们农村人哪 谢明你个杂碎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出去就把你卖给村里的老光棍 老子还能收拾不了自己的种 早知你那么贱 老子就该一瓶农药毒死你 说到农药 我脚不顿住 我上辈子就是吃了农药死的 我死之前 我妈炖了一碗鸡汤给我 特意送来出租屋 我闻着鸡汤的香味 感动哭了 宁儿 快趁热喝了 咱自家养的老母鸡呢 你弟叫我拿来给你补补身子 到底是我家人 还是惦记我的 我一口一口喝完了鸡汤 一滴都舍不得胜 而我妈一直看着我喝 可那碗鸡汤味道明明就不对 我当时真的没有发觉 看着我妈关切的脸 我恨不得连鸡骨头都吞下去 在我陷入绝境痛不欲生的时候 我妈亲自送来的鸡汤对我来说 是多么珍贵 我是哭着喝完的呀 我以为我有救了 我以为家人要救我 原来 那不是鸡汤 是毒药 我爸杀的鸡 我妈妈炖的汤 我弟吓得药 我爸要坐牢了 大概率是判三年 我妈跟我弟都被吓到了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我那么狠心直接送我爸吃牢饭 我弟来学校劝我 说我跟我爸是妇女 妇女哪有隔夜愁的 叫我签了谅姐书放 爸爸一马 我让我弟死了这条心 我爸家报了这么多年 又差点杀了我 坐个三年 劳都是便宜他了 我弟劝不动我就开始各种脏话辱骂我 要不是由我爸这个前车之箭在 他也想打我 然后是我妈来劝我 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声我多不容易 家里那么穷 我怎么能撒手不管只顾自己享乐 没了我爸在 他一个人怎么养活我弟供他上大学呀 他上了大学也一样没出息 就别浪费那个钱供他了 反正今年高考他已经错过 有手有脚的让他出门打工养活你不好吗 我妈惊呆了 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你弟还是个孩子啊 怎么能让他出去打工 你这个做姐姐的怎么一点不心疼弟弟啊 造孽啊 我怎么生出你这样冷血的女儿来呀 我弟见我妈居然管不住自己女儿 嘲讽她 瞧你生了个什么东西 还不如听罢的 早点毒死了 也没今天这事 听到这话 我真的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我妈我弟在我这一点好处没占到 也知道找我没用了 他们留在宁城住宿吃饭交通都要花钱 他们哪有钱啊 只能回老家去了 我的事在学校传开了 各种流言蜚语都有 那个精管系的谢宁真是不懂事啊 丢下自己亲爸亲妈就跑来上学 完全不管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那女的挺狠心的 把自己爸爸送去坐牢 看她爸妈挺老实的 没想到生出这样的白眼狼 女孩子读书也得看家庭条件吧 条件不允许还砸锅卖铁的读 太不笑了 她爸不就是打了她吗 谁家爸爸不打孩子 她居然让亲爸坐牢 这种小心眼的学生不明白学校为什么护着她 全系第一啊 读书好呗 学校不护着她难道护着你个学渣吗 女孩子想上大学怎么就不懂事了 看她父母那泼辣样 楼上哪只眼睛看出来人老实了 摊上这么个家庭 到了八辈子显美好吧 不知全貌瞎评论个得儿 我跟谢宁是同学 听我们老师说她家极其重男轻女 让谢宁辍学了去打工养活弟弟上学 她不同意她爸就要打死她 你们这么高尚 你们辍学了帮他们养弟弟去 流言蜚语很多 褒贬不一 但是学校依然让我留校继续深造 我辅导员还安慰我 谢宁同学 生在这种家庭不是你的错 你这样的成绩不上大学才可惜了 你安心读书 有什么困难 你跟老师说 能申请到的补助我都会给你申请了 周霄考上了大学 三个月后如约来了宁大 开学第一天我就兴高采烈地去接她 我上前抱住她就亲了她一嘴 周霄害羞地拉住我的手 没想到我这么勇猛 她刚来就泡到了学姐 这在他们寝室还成了佳话 只是我的名声不那么好听 可周霄不在乎 她说我做得对 周霄寝室的室友一开始因为那些流言 对我还有些意见 在周霄跟他们讲了我爸妈我弟的种种行径 又说了我如何一个人出门打工给自己挣学费之后 他们夸周霄好福气 能有我这样励志的女朋友 听周霄说 我弟没赶上高考不准备复读 直接进城打工去了 我爸的判决下来了 蓄意杀人未遂 判三年 现在我在村里的名声很差 是个忘恩负义冷血无情的白眼狼 大家都在说老谢家生了我这样的闺女真是到了八辈子血眉 我压根就不在意人家说什么 村里我不会再回去 我创业了 而且很成功 我开了自己的公司经营电商 我生意越做越大 大学期间就买了房买了车 我跟周霄早早搬出了学校宿舍 到我们自己的小家生活 三年后我大学毕业 我已经是宁城知名的青年女企业家 我给学校捐了很多钱用来补助贫困大学生 无论是学弟还是学妹 只要你愿意上学 家里没钱供你 符合条件的 我供你 学校以我为荣 经常拿我做宣传 来宁大吗? 没钱不要紧 谢宁学姐来帮你 曾经那些说我白眼狼不体谅家里的同学 现在说我 幸亏谢宁不顾家里反对坚持上大学 这才有了今天的谢总 才有那么多同学可以圆大学梦想 看 当你足够强大优秀的时候 诋毁你的话可以瞬间变成夸奖 只是总有人会说 谢宁啊 他把自己亲爸送去坐牢啊 我致富的事终究还是传进了我们老家 我们村里人都知道我开公司赚钱了 都去恭喜我妈 说我出息了我妈要享福了 我妈激动得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就去敲了村长家的门 周霄爸爸知道瞒不过去了 一想他们毕竟是我的血亲 以后我跟周霄结婚了 又是同村人 肯定是要来往的 他总不可能跟亲家老死不相往来 宁他妈 谢宁现在是出息了 你要去找他可要注意一些 千万别给孩子惹麻烦了 周霄爸交代我妈 我妈很不高兴 自己女儿出息了 她居然不知道 还是别人告诉她的 我自己的亲女儿 哪轮到你来交代我 谢宁也是我半个女儿了 她跟周霄准备结婚呢 以后是我们家的媳妇 你说我能不能交代你 我妈呸了一声 谁要跟你儿子结婚 我女儿是开公司的老板 就你儿子他配吗 我是宁儿的亲妈 她的婚事我还能做不了主 周霄爸被气得不轻 我听说了之后 叫周霄爸不要去搭理我妈 我的婚事我妈真做不了主 除了周霄我 谁都不嫁 我妈能这么说 是觉得我的户口还在家里 我始终还得找她 周霄爸提醒我说 你爸要出狱了 宁儿 毕竟是你亲爸 你要不要派个车去接他 你跟周霄的婚事 总得经过你爸同意吧 在所有人眼里 他是我爸 我是他亲女儿 我们这辈子割不断这关系 我是不可能派人去接我爸的 也不会亲自去接 我既然亲手送他进去了 就从来没打算上演一出父慈女校的戏码 我爸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妈我弟来找我 找我并不难 我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在哪里 上网一查就能查到 我爸他们直接冲进我公司 嘴里喊着 谢您 你老子我来了 你给老子出来 保安想把我爸带走 但是我爸理直气壮地吼 碰我一下试试 我是你们谢总的老子 他是总裁 老子就是董事长 保安哪里还敢动他 我跟周霄本来在开会 听到我爸的动静 周霄先出去了 谢叔 这里是公司 您别那么大声 打扰大家工作了 周霄安抚我爸 咱们进办公室谈 宁儿在办公室等你呢? 我爸哼了一声 很是得意嚣张不懈地看周霄 听说你小子想娶我女儿 你个小白脸也不照照镜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办公室员工都看了过来 看着周霄议论纷纷 我走出办公室顺手拿了个烟灰缸 直接砸在我爸的脚下 保安 把这群人给我轰出去 我爸本来吓了一跳 看到我反应过来 谢您 我是你老子 我冷生 滚蛋 有了我的指示 保安直接把人给嫁出去了 我听到我弟弟在那喊 大姐 你自己过那么好的日子 对咱家不管不顾的 你也太不孝了 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过的什么日子吗? 爸爸被你害坐牢 你就一点愧疚也没吗? 员工听到我弟的话 看我的眼神也带了探究 我知道 他们私下肯定要议论我对家里人怎么冷血无情了 我太清楚我家人是什么货色 狗皮膏药 轰得了一时 轰不了一世 周霄怪我刚才太冲动了 毕竟是家人 这么轰出去还被那么多人看到 对我影响不好 我听到我爸羞辱周霄 我真的忍不了 周霄开车送他们回家 我实在不想跟他们坐一辆车 自己开了另一辆车也回了家 我打算跟他们好好谈谈 他们要什么 无非是钱 如果可以用钱买断治亲缘 我很乐意 我买了别墅用来跟周霄结婚用 到了别墅 我爸先绕着周霄的车看了一圈 眼底放光 我女儿给你买的 谢叔 这是宁儿公司的用车 不是我的 那不就是我女儿的 这可是宝马呀 这得好多钱呀 我就说 这丫头开那么大的公司有的是钱 还有这房子 哎呦呦 这房子可比咱们老家的好呀 我从另一辆车上下来 听到她的话冷笑了一声 我爸看我开的车 又绕着摸了一圈 这还有一辆车呢 你有两辆车呀 我弟说 大姐 你这是奔驰 你这车给我吧 我妈说 干嘛要二手的 你让大姐给你买量新的 外人都有 你是亲弟弟 你大姐还能不给买吗 我爸又说 这房子我们住刚好 你明天就带我们去过户 把房子过户给你弟 以后你弟结婚了 就不用买房了 我真是要笑了 要不要再给你们配几个保姆 吃饭的时候 味道你们嘴边 我爸他们笑得何不拢嘴 这个好啊 这个好 大白天的没睡醒呢 做什么梦呢 就你们也配 你们给我什么了 一来就狮子大开口 想从我这捞点前就给我带脑子说话 我什么样的人 你们到现在还不了解 能谈就坐下来谈 不能谈就给我滚蛋 我爸他们脸上的笑容僵住 这冷水直接把他们的美梦给泼醒了 你个杂碎 我打死你 我爸又要来打我 周霄赶紧上来护住我 我让周霄放心 走到我爸跟前 爸 坐了三年牢还没长记性 你打我一下 我保证你又得进去 我爸是真不敢打了 兴兴地放下手 但还是忍不住各种辱骂我 不能打 过过嘴饮总行 周霄反而受不了 谢叔 你再骂 我就告你人身攻击 怎么 我骂人还犯法了 我说 侮辱他人罪 也是可以起诉的 我爸气得满脸通红 回头就打了我弟一下 没用的东西 你要考个大学 咱们能被他们这么欺负 我弟捂着脸委屈急了 我爸也不跟我浪费时间了 他要房子要一辆车 还要一千万 他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要他们的户口本 我要签户口 周霄坐不住了 一千万 你们当宁儿是开银行的 他这些年赚钱有多辛苦 你们一来就吸他的血 他是不是你们亲女儿啊 我被他害得坐了三年牢 不要赔偿的 他弟弟 要不是因为他能耽误了高考 我儿子考上大学开了公司赚了钱 说不准几个一身家呢 这一千万都是说少了 我爸理直气壮 我妈跟我弟在一边全程附和 觉得很有道理 你以为是个人都能开公司? 就我弟那块料 别说能不能考上大学了 就算考上了也不会有出息 你们自己生的儿子是什么东西你们还能不清楚 我说完 我弟不服气 大姐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当初我要考上大学 开的公司比你的还大呢 我懒得搭理我弟 跟我爸说 一百万 我户口签出来 你们跟我登报断绝关系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一百万对他们来说 绝对不少了 这时候 宁城的物价和房价都还不高 一百万他们可以在宁城全款买两套房了 可他们贪心啊 直接掀桌子死活不同意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知道跟我撒泼没用 他们找了记者来打亲情牌 带着记者直接来到我公司 他们跟记者哭诉 说辛苦养我长大了 因为他没钱让我上大学叫我退学帮衬家里 我就把他送监狱 现在我出息了 嫌弃他坐过牢 不养他们 还说我被猪油蒙了心 赚钱了 只顾着给男人花钱 说我给男朋友周霄买车买房也不晓得给弟弟安排个工作 他们现在没钱住宾馆 流落街头 我这个亲女儿是一点不管他们 记者问我 谢总 你这么对自己的亲生父母 你良心不痛吗? 我说 不痛 多的我不说 此刻在镜头面前 说什么我都是狡辩 父母生育养育之恩 大过天 在别人眼里 肯定是我这个送父亲进监狱的女儿不对 我本身就在宁城有知名度 舆论瞬间就炸开了 记者的报道一出 直接成了同城热门第一 网上铺天盖地地骂我不孝女 说我恋爱脑 诅咒我公司破产 抵制我们家的产品 说我得不配位 我爸很是得意 再次找到我 还是原来的要求 房子车子以及一千万 他就跟记者说他原谅我了 以后不会打扰我的生活 也让广大网友放过我 我让我爸滚 滚原点 因为大家的抵制 公司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我真的宣布公司破产了 这样宣布破产 是否是伪造信息 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请专业人士解惑 我把公司一切业务转给周销 注销原来的公司 能变卖的产业全部变卖 因为房地产的风口出现了 我本来就准备给公司转型 之前是准备直接转型 现在只是麻烦了一点 多了几步程序 广大网友都懵了 怎么我说破产就破产了 真是活该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让他破产了 这下他可以乖乖回到父母身边了吧 破产了才知道自己家人好 父母是永远不会抛弃自己孩子的 这父母真是好 以前为了逼谢宁退学养活他弟弟 差点就把人推下楼 现在又把自己女儿逼破产了 他可是跑去学校杀女儿的呀 他要不坐牢 谢宁不是退学养活吸血鬼一家 就是被杀 换成你们这群圣母 请问你们谁能比谢宁做得更好 要不是受到谢总资助 我也会早早出门打工养活我哥 谢总一定是感同身受 所以给母校捐了那么多钱 这样的慈善家被父母被你们这些键盘侠给毁了 以后又会多出多少上不了大学的人 气愤 是周霄和他室友先带了节奏 然后是我知道内幕的同学气不过在网上把详细的事情经过都说了出来 再然后我大学的辅导员还有学校也出面给我做了官方澄清 我好好一女企业家 生生被父亲给逼破产了 学校都看不下去了 网上的舆论就跟西北风一样 说掉头就能掉头 当初骂我骂得多凶猛 现在骂他们就能骂得更凶狠 我爸他们都是主动路过镜头的 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样子 路上走过 别说路人要骂他们几句 狗都要对他们费几声 怎么有这样的父母 害女儿一次不成害第二次 好好一个女企业家给害破产了 自己生的儿子自己不养还指望女儿来养 这弟弟也是没用的废物 有手有脚的不会赚钱就知道去吸姐姐的血 这么劣质的基因 怎么生出谢宁那么优秀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七生的哦? 宁城他们是待不下去了 只能回老家 我爸他们又来找我 一百万 我把户口本给你 咱们断绝关系 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你 我都破产了 哪有钱啊? 爸!我现在没钱了 欠了很多债 你看这些是账单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帮着我还一点吧 我爸一看账单吓死了 周霄的室友扮演我的债主上门来打砸了一阵 气势汹汹地逼我还钱 我让他们找我家人 毕竟我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有义务帮着还钱的 我弟赶紧说 我是他弟 我可没义务帮他还钱 爸!你真是的 你把大姐搞破产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当初大姐给一百万你不要 现在好了 一毛钱都捞不到 我爸直接踹我地 是你说找记者的 你还怪老子投上来 你们冤有投债有主 我马上跟他断绝关系 你们可别来找我 我爸骂咧咧地走了 嘴里又骂我妈 你个没用的东西 我找记者 你怎么不拦着我点 头发长见识短的臭婆娘 我妈委屈哭了 她有见识也拦不住我爸呀 第二天 我爸就登报跟我断绝关系 说这辈子不用我养 也叫我别去麻烦她 意思是 那些债主别去找她 我妈送了户口本给我 叫我赶紧把户口签出去 免得连累他们 看我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的样子 我忍不住问一句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欠了那么多债 可别说是我亲生的 我真是忍不住苦笑了出来 如果可以选择 你以为我想做你们的女儿吗? 有些父母是父母 可有些父母是禽兽 我跟周霄结婚了 她待我很好 一直都很好 我跟周霄商量把公婆也接来了宁城 公婆非常明事理 他们知道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如今的位置 他们知晓我的不容易 所以对我如亲生女儿一般 我从未感受过的亲情 从他们这里都找到了弥补 我每次给他们钱 他们都说够了够了 怎么都不肯收下 看 人跟人真是不同的 如果是我爸妈 他们只会觉得怎么那么少 你有钱你怎么不多给点 我公公说 村里都说我们老周家福气好 除了周霄这样有本事的儿子 哪里是我儿子有本事 是我们有福气娶了你这样的好儿媳 我婆婆好奇地问我 宁儿 你看上我们家周霄什么了 你怎么对她这样好 没有你 我们家哪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我是想都不敢想的 想到前世我累死累活讨好家人 最后惨死在出租屋 我爸妈我弟没有一个给我去收尸的 只有周霄 给房东赔了钱又把我的尸骨带去埋了 妈 周霄对我才好呢 他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 下辈子我还嫁给他 周霄买菜回来 听到我的话美滋滋地去厨房做饭去了 我们家不是周霄做饭 就是公共做饭 我婆婆说这是他们老周家的传统 疼老婆的男人有出息 亏妻百财不入 我公共自豪地说 一生俱内 大富大贵 周霄在一旁附和 好 爸说得对 我公共回了一趟老家 带了很多土特产 他知道我爱吃这些绿色食品 他也给我带来了家里的一些消息 我弟借了不少钱创业 创业失败欠了一百多万 我弟自己创业做过老板 再让他去打工 他是万万不肯的 每天就在家里混吃混喝 稍有不顺心 就打我爸妈 我爸老了 打不过他 我妈一向对我弟唯命是从 我弟脾气越来越暴躁 一不顺心就动手 我爸妈惯着他 可外面的人不惯着 他看上隔壁村的村花 非要人家嫁给他 对方不从 他直接把人给抢了 他想着 生米煮成熟饭 人家女的肯定就嫁给他了 结果 女方一家第二天就报警了 我弟被抓了 他留下的一百多万欠款的我爸妈来还了 周霄说 宁儿 要不这钱我们替你弟还了 你爸妈年纪也大了 这一百多万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不还 我弟的债 理应我爸妈来还 我拒绝了 这是他们自己交出来的宝贝儿子 他们生的 当然得他们自己负责到底 挺好 上辈子我经历的痛吃过的苦 这辈子他们也尝到了滋味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呢? 只是可怜了那个被我弟欺负的无辜女孩 我让周霄匿名给那女孩一百万 对她的痛苦 我虽不能感同身受 但我知道 多少钱都弥补不了她受到的伤害 我能做的就是弥补她一些钱 再让我弟判得更久一点 最高能判个十年 那便十年吧 周霄从来不劝我大度 他说 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 是永远不会感同身受的 我正因为知道你的苦 更不能站在道德制高点要你宽容他们 宁儿 怎么对他们 我都听你的 这些年多少人跟我说 毕竟是你的血亲 人家不认你这个女儿 你不能不认自己的爹妈 咱们为人子女的 父母犯了错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生育之恩大过天哪 听听 多么神圣大度的话语 人哪 总是喜欢康他人之楷 真爱生命 远离圣母 那些平白劝你大度的人 你离他们远点 免得雷劈的时候连累到你